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利用鸡蛋 开始眼睛 因为鸡蛋青和眼睛都是由蛋白质做成的 做实验不注意的时候 不打空间 眼酸进你的眼睛 能看鸡蛋青的蛋白质和眼酸发生化学感应 变成不同领域 以后你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 如果以后你做化学实验 你必须在目的 好不好 我叫David Evans 中文名字叫戴瑞 我是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我是英国人 就六年来化工大学工作 很开心有机会给大家 直播做实验 一半年三月份 我们房里是完食品 一半开始都特别短 就10秒20秒 一后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感兴趣了 粉丝有来多 留言的人有来多 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坚持做 都已经明年多了 一共有几个变化了 应该有140多版视频 科普圈的这个老师 比如说是白球恩精神 又出来直播了 然后每次直播过程中 大家也会给我们积极的互动 会提出好多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粉丝数 然后这是我们的作品 其实最多的播放量 是1500万的这个 就是一开始我们上传的 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好看的实验 慢慢的粉丝会留言 会觉得要原理 所以我们之后设计做完实验 代表老师再讲解原理 最受欢迎的选度大象牙膏 双热水 规划清 主要发生实际 它会喷得很高的速度里 因为里面的洗牙膏很小 我从小也是对中国感兴趣的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人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 这个会吸引我 你想了解 你不了解的就是 在纽津大学读博士 以后六十六多老师 在纽津大学读博士 以后去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做老师 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 从1987年到1996年 每年来一次或者两次 做学习报告 我1996年 在英国的工作辞职了 以后就来华洪大学工作 1996年应该说 科学家忠实中国比较少 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现在应该能理解 为什么来中国呢 我今天跟他们说 你几年以后来中国看我 你才能明白 这几年大部分的工作 是科普 给高中 初中 小学生 讲课 带他们做实验 小小学生 小学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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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很低的时候 气息就缩小了 开始变成液体 温度回到常温才又回来了 开始做科普应该是2011年 因为每年是国际化学人 正好我刚建立一个 英国黄金化学会的一个北京分会 英国黄金化学会主席 给每一个分会1000英镑 让你做一些活动 正好我有一个英国朋友 Helen女士在北京建立一个思想会 目的是帮助大公司机学校的孩子 她突然跟我说了 你能不能去我的学校 给我的孩子教化学呢 所以就从这个开始 没有这种的课 要请我们去一些国际学校 大公司机学校 给孩子们演示实验 带孩子们做实验 两年之前我也加入中国科学院 老科学家科普团 距离一些外地的小学和初中 给孩子们讲课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化学 带博士呢 让我们认识化学 走进化学 让我更加的热爱化学 所以我喜欢这堂课 了解了一些基础的化学知识 平常学习 老师会跟我们讲一些 用汉字说的那些化学 这个老师就给我们带来符号 和那些分子的形状 跟我们说那些反应式 小话也是化学 带来符号 你每一个人里面有N这个化学带 我在中国的生活很愉快 中国一直都有变化 我喜欢变化 中国人也好课 我有很多中国朋友 在北京举办的活动 很多孩子说我去年来了 前年来了 给我在手机看我跟他们的脚片 课不课 不仅是吸引他们 对科学直接感兴趣 也是批养一个科学思维 如果我给孩子讲课 当然希望有一部分的学生 以后会变成科学家